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我是令东来 今天我要讲的是2014年紫微斗数的最新课程 今天呢是讲第一课 为什么我要特别加上2014这个年号呢 因为我去年讲的东西我个人不是很满意 所以今年呢我要把这个紫微斗数的基础内容重新的讲一遍 带给大家最好的紫微斗数学习资料 我们呢闲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要讲的是紫微斗数的概念 什么是紫微斗数 孔子呢说过他说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我们一定要把紫微斗数的概念搞清楚 如果我们连紫微斗数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那么我们学下去基本上呢就是无用功的 首先斗数它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 斗在天为之斗在地为之数和并称之即为斗数也就是说斗是一个词而数又是一个词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就叫斗数这斗数呢它是斗归斗数归数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又因为紫微斗数它是群星之首它是星斗里面的主宰 所以说这门学问叫做紫微斗数 再强调一遍 紫微斗数的概念 首先呢斗它是天上的星斗 数呢可以说是人间推演之数 斗可以说是天上的星 数就是我们把天上的星给他拿下来 推算这个人的命运发展 那么我们推算命运发展的方法就是数 如果你理解不了那么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数学的数 我下面呢配了两张图 第一张呢是北斗七星的图 后面第二张图呢是一个北斗七星 它在道教里面的命名以及风水里面的命名 这个我要跟大家细讲的是 这个北斗七星的这些星要在风水里面的命名和斗数里面的命名 它是一致的 紫微斗数和风水地理 它有很大的关联 你们学到后面 你会知道紫微斗数里面很多理念和风水的理念 它是一致的 我们看上面这张图 这个呢就是一个勺子形状的北斗七星 右边这个呢它就是天树天玄天击天拳玉衡开阳遥光 这是道教里面的命名 斗数里面的命名呢就是贪狼巨门鹿存 大家把这个鹿存星它是天击 它是这个真人之秀 后面我会重点讲这个鹿存星 后面呢就是文曲连针五驱和破军 这是北斗星系 贪狼啊巨门呢 这些名词都是属于星斗 也就是这个图里面的 我们用到算命的一些词汇里面 就是星斗的斗而不是数 什么东西是数呢 我后面会给大家细讲 我们推演命运的规则以及技法就属于数 其实这个概念我没有讲清楚 大家听好了 这个数的概念非常的宽泛 而不仅仅是我说的这个 它还包括一个安心法 就是子微天机逆行旁 隔一阳五天同当 这个安心法 它也跟数有关啊 希望大家把这个数的概念给搞清楚 包括我们讲三方四正 这也是一个数 我们讲两夹 这也是一个数 我们讲路权科技也是数 讲完了子微斗数的概念 我们第二节呢就继续讲斗数分哪些派别 对于初学的朋友来说 这个子微斗数啊 派别太多了 有这个中州派啊 有紫云派啊 还有这个青天啊 和洛啊等等等等 其实呢 不管是哪一派 它都可以说主要分成两类 第一类呢 是主要以命局的星要组合 看好啊 星要组合 这四个字非常的关键 你们如果学三合派的子微斗数 你们一定要把星要的组合这个概念呢 搞得非常清楚才可以 以及三代路权科技来研究命运的发展 称为三合派 什么是三代路权科技呢 就是生年四化 以及大线四化 以及流年四化 这统称为三代路权科技 关于生年路权科技呢 生年的四化也有人把它叫做圆局的四化 其实是一个意思 我的课件呢 写的比较简略 所以说呢 你们如果听课的话 你要认真听 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课件里面没有写到的 第二种呢 就是主要以公干飞出四化星来研究命运发展 称为飞星派 相对来说 三合派的解盘方式来自于古人传承 体系已经成熟 内部的争议很小 这里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只要是学这个三合派的 我们两个是同行 我用三合派的解盘方法 你也用三合派的解盘方法 那么我我和你所用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和你看盘的理念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包括我在网上看别的这个三合派的老师 我跟他们之间的这个意见冲突是非常小的 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 三合派内部 他没有太多的分歧 只要是学三合派的 基本上 只要你说的对 人家差不多就可以认同你 我们互相之间没有太多的分歧 可能只有 可能还是有一些小的分歧 但是呢 不会有太大的这个矛盾 而这个飞星派呢 他就不太一样 飞星这个流派呢 它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派别 也就是说 问世不久啊 出现在这个社会上呢 时间还不长 而且互相之间 他们的理念有很大的差异 同样的两个学飞星的人 他们的这个技术啊 他们这个飞来飞去的方法呀 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就两个人你从这里飞 我从这里飞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的技法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冲突 会有很多的争议 我本人呢 可以说是三合派的 我以后所教的紫围斗数也都是三合派的技法 那么讲到这里呢 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 好好的想一下 第一个我讲了什么是紫围斗数 第二个呢 我讲了紫围斗数的派别 那么大家应该对紫围斗数有一定的了解了 其实吧 大多数的人啊 绝大多数的人 他都关心的是你这个东西算命能不能算准 如果算的准能够有多准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讲义里面我没有写啊 这里郑重告诉各位 紫围斗数算命可以算到非常的准 有的人可能不相信 包括我的这个学生 我的这个徒弟 他们呢 是有的人呢 他是学这个紫围八字的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紫围斗数可以细化到一个人身上的斑质啊 就是这个斑点的斑 然后身上长的这个质啊 长在哪个部位 这都能够看得非常明显 他不相信啊 直到我给他实力的解析之后 就是拿到一张盘 我给他现场的解读之后啊 他才相信 而且他还会问我 他说斗数为什么能够这么精确 其实呢 紫围斗数这么的复杂 那当然就是为了精确 为了保证精确才会设计的这么复杂 如果你不追求精确的话 其实很多星药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如果追求精确 那么紫围斗数里面的一百多颗星 一颗星都不能少 说到这里 我们就继续往后讲 第三节 学习斗数 主要要注意一些什么 我在网上啊 也经常看到有同学说 他说 我学斗数 学了三年多了 为什么 我感觉我还是不会算命 或者说 他觉得我算命还是不准 有的人呢 学了几个月 算得好像就比我准了 我很意外 我很诧异 这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这里呢 就告诉大家 不管是学斗数 还是学语文 学数学 学英语 学西班牙语 学这个葡萄牙语 你学什么东西都要讲方法 不讲方法 那是不可能的 不讲方法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包括说话也要讲方法 聊天也要讲方法 操作电脑也要讲方法 我讲课也要讲方法 怎么去讲更好 怎么去讲更加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怎么去讲更加能够让大家理解 这都是要讲方法的 下面呢 就把我个人总结出来的紫微斗数学习方法以及学习原则交给大家 首先第一条紫微斗数它是一门变化反复的学问 就这个斗数啊 变化非常的多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但是你们可以记住六个字 一法通万法通 你抓住它的本质 抓住它的关键 不管它怎么变来变去 你都能够 察觉到它是往哪个方向去变化 听好啊 希望大家抓住星耀的本质 抓住宫位的本质 抓住这个紫微斗数里面的关键点 你把关键的地方抓住了 那无论它怎么去变怎么去发展 你都知道啊 都能够了解到 呃 我这人讲课有的时候 会比较跑题啊 就是本来呢 我这个讲义啊 是按顺序来的 但是我讲到一半 可能呢 就会说到别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讲 跟上我的思路 不要只看这本讲义 首先呢 斗数是变化繁复的学问 不存在任何的公式和定理 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讲 你们作为初学者 就是刚开始学的时候 老师呢 可能会教你一些公式啊 教你一些这个格局 就是翻方覆证怎么看 然后夹工怎么看 这个小方面的公式 小方面的定理 可能会教一些 但是等你的水平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公式啊 定理啊 甚至于老师教你的格局 你都要把它忘掉 任何的 任何人 他妄想把斗数公式化 程序化的工作 都是徒劳无功的 你不管是谁 想要把斗数给他公式化 程序化 这都是做不到的 如果你可以把它公式化 程序化 那好 不需要人去算命了 我们做一个软件 做一个电脑软件 让软件去给我们算命 不就可以了 大家想一想 这是多么的荒谬 人的命运 居然要让这个电脑程序去算 这是很可笑的啊 很荒谬的 人的命运 可能说人 另外的一些高人 像这个人呢 站得比你高 所以说看得比你清楚 你可以向他询问 命运是如何发展的 但是你如果说让一个机器 让一个软件去给你算命 那这是很可笑的啊 各位不妨想一想 如果斗数可以 如果算命可以公式化 程序化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软件算命好了 那就不需要人去算了 命运呢 它是千变万化的 听好 命运是千变万化的 包括我拿到一张盘 我都必须要问他 就是他过去发生过什么 以及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经历了哪些事情 然后我才可以具体的去推断 他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有的人呢 他拿到一张盘呢 他以为自己是神仙 我这里说话可能会得罪一些这个算命的同行 但是我一定要告诉大家 有的盘拿来一看 你可以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当官的盘 比如说在企业里面做管理者的这样的命盘 拿来一看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领导 这个人是官员 你可以看得很明显 有的盘可以很明显的知道他的职业 但是有的盘是不明显的 大家可以这么想一下 有的人他一生之中他会换几十个职业 他拿盘来给你看 如果说这个人的盘 你一眼就知道啊 过去做了送报纸的呀 邮差呀 快递呀 然后这个拉车的呀 啊 司机呀等等 你如果说把他每一个做的职业都看得明白 那你这个人肯定不是人 你是神仙 听好啊 有的人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职业 但是有的人看不出来 或者说看得不明显 我很厚道的告诉各位 斗数或者说八字算命 他是有一个局限性 或者说有一个极限 你不能超过这个局限啊 超过这个限度 你不可能说任何盘发给你 你马上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有的可以 而有的不行 对于那些不能看出职业 或者说职业变化比较大 或者说这个职业不明朗的命盘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现在是做什么的 他以后打算往哪个方向发展 如果他做的这个工作符合他财博工的心情 或者说符合他这个命局 就这个人呢 本来这张命盘 如果说当领导 那肯定会被人整下财 如果说他去经商 那就好一些 有的时候呢 这个人呢 可能是当领导去了 因为人呢 选择权在自己手上 听清楚啊 令东来是不讲负命论的 这个命运呢 有一部分 他是老天爷在影响你 另外一部分呢 是你自己在影响自己 并不是说你的命就完全是老天爷在注定 人的选择就一定会影响命运 听好了 你去做什么工作 你去找谁当老婆 你哪一年结婚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发展 命运是千变万化的 如果你给人看盘 你对他的职业 对他的工作都没有任何的了解 然后你就给他推断啊 明年怎么样 后年怎么样 你这样算命是很容易出错的 听好很容易出错 我们在推理命运的时候 我们所用的方法要不断的变化 有的盘一看就知道当官的 那知道他是当官的 然后我们往后去推理 那这样去推呢 准确率就会大大增加 你拿到一张盘 你连他是做什么的你都不知道 你就在那里断 说这个人明年怎么样 损财呀 后年怎么样 你这样断 就会出错啊 出岔子 面对不同的盘 有不同的推理方法 面对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推理方法 这个一定要谨记在心 变化是非常多的 不要以为你们学了一两招 就可以说靠这一两招啊 遇到一个盘就可以这样算 遇到另一个盘也可以这样算 你你只想着用两三招 这个斧套路啊 用这个翻版斧 那是不对的 你要尽可能的多学习一些解读命运的方法才可以 这里呢 也需要大家注意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我 他说老师啊 你说这个推理方法非常的多 算命的方法非常的千变万化 我也能理解 但是呢 你这么说的话 我很害怕 我本来是想学紫围走数的 但是你这么一说 我觉得我学不了这么多 我这个人比较傻 学不了 那这个呢 我告诉你 不用担心 虽然命运的变化非常多 但是万变不离其风 正如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一样 算命也要围绕路命的核心理念去推演 请大家记住 任何的一件事 你都要给他一个核心 给他一个中心 就是你围绕这个中心 围绕这个目的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你要有强烈的目的性 不要漫无目的的去做 虽然变化很多 但是万变不离其风 而且呢 一法通万法通 你们把斗数的关键点抓住 你只要抓住这个关键点 后面可以说不需要我教 不需要别的老师教你 你抓住了关键点 你自己去学 你从这个关键点出发 延伸出自己的看盘理念 延伸出这个星药的含义 延伸出宫位的含义 这都是很好的 后面呢 是我个人归纳的斗数 学习斗数的三大原则 第一个是请大家尊重客观事实 同样的命盘 命运是绝对不会完全相同的 有的人呢 他非常的迷信 他认为这个时间点出生的人呢 他一生的命运就已经是完全注定了 这是不对的 老天爷在影响你的命运 但是呢 你个人你自己也在影响你的命运 我们算命的人不要搞什么负命论 不要搞什么注定发生啊 一定发生啊 什么的 你如果什么事情都是注定发生的 那就不需要算命了 反正他会发生嘛 对不对 第二条呢 就是教大家活学活用紫围斗数 注意极无纯极 胸不皆胸 我们要抓住星耀的关键点 然后从关键点去出发 一颗星呢 他总有好处 也总有坏处 不可能说这个东西是完全好的 比如说这个电 我们看这个电视 我们需要电能 我们玩电脑需要电能 我们这个呃 骑电动车也需要电能 但是呢 这个电呢 他也会说是害人 比如说这个电线杆子倒了 然后电线呢 就 掉到这个地上 你走过去的时候 那可能这个电呢 就把你给垫死了 这个就是一个极无纯极 胸不皆胸的例子 有的东西 他一般来说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带来了便利 但是呢 他也有另外的一些危害 而有的东西呢 虽然是坏的 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也可以带来好处 比如说前面有同学跟我提到 他说老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个死了非常多的人 有很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 包括我们中国也跟这个日本呢 打了一场大仗 这个呢 然后他又说了 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这段时间 我们人类的科技发展非常的快 就因为是战争的刺激 当时我跟他说你讲的有道理 因为战争的发生能够有战争吗 所以说呢各自各国的这个科学家各国的这个研究人员 他就会有压力 然后拼命的去研究科学研究这个技术的发展 所以在这段时间以内啊 我们的技术呢 增进的是比较快 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任何一件事 他都有两面性 这个战争呢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适当的发生一些小的战争 对人类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你不能说我们完全不打架 完全没有战争 完全没有竞争 整天呢 就是天天娱乐 天天玩 整天的这个夜夜升歌 那种情况 那是会使我们自己灭亡掉的 然后呢 我要讲第三条 第三条非常重要 很多同学就是卡在这里 导致自己的斗数水平没有进步 第三条就是告诉大家 要坦然面对自己的斗数命盘 培养自己的看盘理念 不要把负面的情感带入到解读命盘的过程中 有的人呢 他可能这个命盘呢 差一些命盘不是很好 然后呢 他去学习的时候 听到老师说 老师说他这个命盘呢 不太好 然后赚不到太多钱 他心里面就不舒服 虽然说他知道老师可能说的是对的 但是他就是接受不了 他只愿意接受那些说他好的 那些说他不好的呢 他就接受不了了 这个人呢 比较主观 不够客观 他的负面情绪就在看盘的这个看盘和学习的过程中就发挥出来了 他看自己的盘 他就把那些不好的呢 给跳过去 或者呢 他认为啊 这个不好的呢 他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这个幻象 或者是只是一个假象 那个老师呢 他这么说 其实呢 他也是胡说八道 怎样怎样的 你们如果这样去学 那就肯定不对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任何人的命盘都有好的一面 也都有坏的一面 任何人都有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哪方面是优势 哪方面是劣势 你要知己 就是把自己的情况了解的很清楚 而且要坦然面对 你说我就是感情方面差一些 我就是事业方面差一些 那么我就从别的方面去补救 想要解决一个问题 首先就要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无法去解决他 你越是逃避他 你越是不能解决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给绕过去 说你坏的 你也要接受 只要人家说的有道理 说你好的 那这个呢 大家都能接受了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 包括我自己 人家说我算命算的准 人家说我是大师 我听的也很高兴 但是听完了以后 你要冷静下来 要想一想 有的时候呢 人家只是拍拍马屁 或者人家只是这个课套 而不是说你真正的就是大师了 一定要谨记泛心 这个学无止境 好话大家都能接受 这是我讲课的时候发现的 我给他讲盘 讲他哪里好 都可以接受 讲他这里不好 他就有点不满意了 有点不服气了 他就说老师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或者说 我觉得我用另外的方法可以改 然后有的时候呢 他这个方法是错的 是错的啊 有的时候是对的 有的时候是错的 有的同学他比较聪明 他在解决自己劣势的这个缺点的这方面 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我也是比较欣赏 但是大多数的同学对自己的缺点 对自己的缺陷 对自己的劣势 他是不了解的 他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去解决 但是呢 他又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 觉得自己比较聪明 或者呢 这方面呢 他能够掌控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啊 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两个都要重视 第四条呢 是叫大家循序渐进的学习斗数 有的人呢 他在学这个讲义的时候 他喜欢复成 他喜欢先看啊 老师讲的哪些东西是最关键的 或者说是最重要的 或者说是这个具体怎么看盘 他喜欢看这些 他不喜欢学这个紫薇啊 天府啊 连珍呢 那不喜欢学基础 其实我告诉大家 魏征他这个有几句话说的很好 求目之长者必顾其根本 预留之源者必尽其源泉 这句话是说呢 你想要你这棵树长得非常高大 那么你必须要把他的根基扎的深一些 你想要这个河流啊 这个河变得很宽 留得很远 那一定要把他的源头给他挖的深一些 或者说把他的源头给扩大 任何事情你都要有一个基础 没有基础 你这个人就好像是一棵长在墙上的树 你这个树长在墙上面可能还比较好看 但是呢 你想要长得非常高大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根基扎的不好 包括令东来自己给大家讲紫薇斗树 讲这个基础课程 我这里是讲到第三遍了 我每次讲一遍基础 我自己的水平都有一点进步 这叫温固而知心 做笔记 就是今天你们学到了哪些学习方法 老师讲的哪些你认为可以接受的 你都可以拿只笔记下来 如果你只是抱着娱乐的心态 听一听老师讲课或者说打发一下时间 你抱着这种心态来学习 那是很难学好的 我自己把过去的学的东西温习一遍 我把我自己写的 我把我自己的笔记 重新看一遍 重新浏览一遍 对我自己是有非常大促进的 大家如果说以前学过 现在也可以继续学 你学第二遍 第三遍 每一遍的感悟都不一样 基础是最重要的 不要觉得你听过就可以不听了 这是错误的 一本书 我可以看几十遍 令东来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很多紫薇斗树的基础 我可以看几十遍 每看一遍 我就会觉得 原来上一次我想的还不周到 我会多一些别的灵感 好 那么我们继续进入第四节 紫薇斗树的定义 它的本质是一门路命术 我们在给人算命的时候 就要围绕着路存 以及画路去给人去算命 去解读它未来的发展 斗树里面有三颗财星 两颗路星 财星分别是五区太阴和天府 路星就是路存和画路 有的同学他可能会说 他做学问非常的严谨 他说老师画路不是一颗星 画路是一种能量 他必须要依附在别的星药之下 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这里我要给你32个赞 给你100个赞 你这么说是对的 很好 但是我在讲课的时候 为了讲课方便 别的老师为了写书写的方便 也会说这个画路星 怎样怎样 其实呢 它本身不是一颗星 它只是一种运势 或者说只是一种这个极的一种能量 为了讲课方便呢 我就把它称作星了 有的老师讲课 他概念讲的不清晰 他把这个财星和路星混为一谈 这个呢就大错特错了 令东来可以告诉大家 不光是紫围斗数 还包括其余的这个风水地理 包括这个紫平八字 将财星跟路星 它也是分开的 包括这个八字里面讲七财子路 七财子路 那财和路也是分开的 风水里面讲财路也是分开的 财归财 路归路 这两个星啊 或者说这两个东西 这两者表面形式 他表面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性质呢 它有很多不同 这两者有一样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就必须要把概念给它区分开来 这两者的区别外于路是养命之源 它是生命的根本 无论是路坟还是划路 它都是正当的劳动所得 可以供养人的生命 相比之下 这个财星的意义要宽泛的多 不论是正当劳动所得 还是贪污社会 坑蒙拐骗 这一类不正当所得 都是财星主宰的范畴 这个呢 可能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讲的太深奥了 能不能够讲的简单一点 可以 我跟大家讲 比如说 你这个人是一个工人 然后你工作努力 你在工厂里面做工作 你拿到的工资全部都是路 你这个人是一个农民 那么你在农地里面耕田 然后这个种田 你种的卷心菜呀 种的青菜呀 种的稻米呀 拿去卖钱 这都是路 都可以供养人的生命 都可以让你活得更长 让你活得更开心 让你活得更舒服 这个就是路 它是你正当所得 你正经的拿来的钱 就都可以说是路 而财星呢 可能是你走在路上 这个捡到了两百万啊 一个大袋子 里面全部都是人民币 有两三百万 你捡到的钱 只能说是财 因为这个捡到的钱呢 它不是很正当 它不是你正当所得 它不能够供养你的生命 你最好还是把这个钱呢 还给别人 你还给别人以后 你可以找他要报酬 你说这个 我在这里等你耽误了我一个小时 或者说耽误了我半个小时 我本来要去上班的 我上班呢 这一个小时能赚多少钱 你把这个钱给我 你找他要 这也可以说是路 因为你的要求是正当的 你说我等你花了时间 时间就是钱 你可以找他要 我支持你找他要 听好啊 如果你捡到了钱 然后等来了施主 你把钱还给他 你可以找他要 因为你把钱还给他 就等于是这个行为是正当的 还给他是正当的 应该有一份回报 应该有一份收入 你找他要 他给你 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路 也可以供养你的生命 也可以让你开心 可以让你活得更长 可以让你活得更舒服 而这个贪污受贿啊 坑蒙拐骗 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骗来的钱 你骗了一千块 那么你损失的绝对不止一千 你到时候被人抓了 抓到牢里面 坐这个十几年牢 坐几年牢 你亏的就不是一千了 你亏的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 这个钱 他不能够让你开心 也不能够供养你的生命 他只会害你 这种不义之财是会害人的 听清楚啊 希望大家谨记在心 不义之财只会害你 包括你们学了这个算命 有的同学 他说老师 我跟你算命 跟你学这个东西 我就是为了去赚钱的 我说可以 算命赚钱吗 那古人也是这样做的 古往今来 算命收点钱 天经地义吗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这个人 你这个人在给人算的时候 你瞎算 你不懂 但是你要装懂 你这样去乱算 算错了 那你这个呢 你赚来的钱呢 就不能够养你的命 也不能够让你开心 因为你总是在担心 担惊受怕 你总是怕自己算命算错 总是怕给这个人算命 这里没有算准 那里没有算准 他以后找你怎么办 你总是担惊受怕 你自己的身体也会出问题 如果你得了什么病 那你这个骗人家的几百块几千块 根本不够用 这个社会治病要很多钱的 希望大家了解 希望大家谨记在心 财归财 路归路 我希望大家都去赚这个路存和画路的钱 而不要去赚这些不义之财 不义之财只会害你 而不能够让你开心 也不能够延续你的生命 紫月 君子爱财 取之以道 凡是通过正道所获得的财富 他就可以彰显出路存和画路的力量 如果说你的钱是通过歪门邪道而搞来的 那么就无法体现出路星的好处 这个歪门邪道得来的钱对你肯定是有伤害的 表面上可能没有 你说老师我在街上 减了两百万 我身体还很好 我各方面都很好 我没发现我有什么问题 你如果把这个钱据为己有 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钱 他的害处就会渐渐的表现出来了 你不要觉得现在没有 以后就没有 这是不对的 从来就只有不义之财的说法 而没有人说过不义之路 因为路本身就是正当的 也是正义的 只有这样正当获得的钱财 才能够使人的生命获得延续以及发展 至于那些不正当的收入 只会给我们带来灾货 而绝不会带来好处 这里我还要另外讲一下 我还要另外讲一条路本身 它是正当的正义的 但是路有的时候也会引起一些麻烦 引起一些争议 比如说你原来的命盘是一个天良做命 你是一个比较轻贵的人 那么你这个人最好就不要有太多路 你的路太重了 那就容易引起麻烦 这个路本身没有麻烦 但是路别人看见了 就是你这个人赚了这么多钱 虽然你的钱都是正当的 但是有的时候 人家看见你赚这么多 可能也会眼红 可能也因此会出现一些问题 希望大家谨记在心 虽然说这颗路星 它本身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路存 它的两甲是有羊驼 有秦阳和陀罗 它会有的时候 这个羊驼会害你 不是路存害了你 其实是羊驼害了你 不是鹿害了你 斗树里面的路存 它都在十二长生的灵官位 这个如果你们不明白的话 这里就背下来就可以了 首先 这个后面的这段话 你们也要尽量背下来 就是甲鹿在银 乙鹿在卯 丙鹿 物鹿在四 丁脊在五 庚在身 心在友 人在害 鬼在子 这个要背到滚瓜烂熟 包括我这个进阶班 以及实战班的学生 我都要求他们 起码是把这些最简单的口诀 给背熟 甲银 乙鹿 丙物四 丁脊五 庚深 心有人害 鬼子 要背的很熟练才可以 这个鹿存的排列法则呢 跟风水地理中的排列法则是一模一样的 好 我们再往后讲 今天呢 就主要讲鹿存 依照斗数全书的说法 鹿存星 它是北斗第三星 就是天机这颗星 王子旁的这个机 我把这个刻件的往上翻一下 就是中间这颗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第三星啊 北斗第三星 讲到哪里了 这里 真人之秀 主人贵绝 长人受鸡 这颗星呢 它是真人之秀 真人呢 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百度搜索一下 有很多的说法 其实这个百度上的这个真人 这个概念啊 跟古人所说的真人 它是有区别的 总而言之 这个真人 它是一个好的啊 好名词 像是张帆锋 张帆锋呢 他就经常被人称为张真人 那就说明这个张帆锋啊 他的水平已经是非常高了 被人非常的静慕 仰慕 主人贵绝 长人受鸡 这颗星呢 他可以管理你的爵位 管理你的贵气 也能够掌管你的寿命 看好了啊 露存星 它是能够掌管人的寿命的 如果说你 得来的钱都是露存 画露 那他就能够让你开心 让你舒服 让你这个人呢 活得更长一些 如果你赚的钱都是不义之财 那就不是露存 也不是画露 就只是这个财星的范畴 他会害了你的啊 又云啊 也是紫围斗书全书里面的说法 露存星 主孤 这个孤呢 非常重要 有的同学啊 他就只知道 啊 露存星是钱 他就举手回答说 老师我知道 露存星就是钱 露存星有地位 可以管人的这个寿命 一条两条三条 第四条最重要的忘了 露存星有孤独的特点 这不能忘的 这必须要记下来 露存星主孤 思贵 长寿鸡之术 绝露贵寿之星 有解恶之花之功 这两条口诀呢 都提到露存可以长人寿鸡 他跟我所说的 露为养命之源 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这里呢 需要跟大家强调 财星也可以化为露星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我 他说 要照你这么说的话 那盘上就只看露存星就可以了 那别的星不用看了 这也不对 斗树里面有两颗露星 一个露存 一个化露 这两个都要看 就是有的时候呢 他可以是财星化为露星 这是最好的情况 就是五区化露 太阴化露 当财星化露的时候 基本意思就是以财生露 而露又生财 这跟现代人说的钱生钱 效果是相同的 如果你不是财星化露 你说老师我是太阳化露 我是天积化露 那我这个是不是要差一点呢 如果你光从钱这方面来看 你这个你这个天积化露啊 天梁化露啊 你比人家五区化露 那肯定要差那么一点 但是呢 你在别的方面 一般来说要比他强一些 露它是养命之源 是一切事物的起点 所以说在推断斗数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围绕 露命的核心理念去推演 否则就会差之毫厘 没有之千里 是之千里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呢 大致就结束了 下课之前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这第一堂课呢 知识点也是很多的 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注意的 包括我讲到紫微斗数和风水 有很大关联 紫微斗数里面很多东西跟风水是相通的 你们可以课下呢 研究一下 可以当成业余爱好 如果你们是认真的 扎实的想学斗数 那么你就先不要去管风水里面怎么说 你们就先看紫微斗数 这一门就可以了 注意啊 贪多脚不烂 不要想着一时半会儿把这个斗数啊八字啊风水啊全部都学会 你能够在几年之内 你听好 你能够在三年之内把斗数学到融会贯通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你想要把斗数八字以及风水全部学会 全部学好 个人认为你没有十年是不可能的 起码要有十年时间才能把这三门学问学的都差不多 还不能说你全部都学的特别好 第二点呢 我也需要大家去关注一下 就是老师今天讲的路和财的区别 因为别的老师呢 他讲的没有我这么细 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在古人的观念里面路和财他绝对不是一种东西 他是两种东西 有的时候他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有的时候呢又是非常的不同 最后也想请大家记住万变不离其宗的概念 就好像一个人他总是会生老病死的 你无论是怎么变 你说老师啊 我这个生命 我这个命运是千变万化的 我有没有可能是我是一个人 但是我突然变成了一只鸟 这是不可能的 你本来就是人 你生下来的时候是人 你死的时候也还是人 你不可能说把你变成一只鸟 而且你这个人呢 也一定是要生老病死的 也一定是需要这个路存 需要画路去供养你的生命的 好 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 祝大家生活愉快 再见